安德鲁 What's the National Unemployment Rate? National Unemployment Rate at the moment is I think it's 5.4 Sorry I'm not sure what it is Hello 大家好 我是孟主老周 大家刚刚在视频里面看到的 这位说不出来澳洲失业率是多少的大叔 就是今年澳洲大选公党的总理候选人 安东尼·埃尔伯尼斯 那么刚刚我们所看到的这段视频 是两天前 也就是4月11日 工党领袖埃尔伯尼斯在塔斯马尼亚北部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发生了一个大型的翻车现场 那么当时他被记者提问 目前的全国失业率是多少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视频中 他对这个数据没有概念 他试图猜测但是却猜错了 他犹豫的说了一个5.4 然后又回答说不确定是多少 而事实上 目前澳洲的失业率是4% 这是2008年以来最低的一个失业率的水平 那么不得不说这段视频 还是让我感到很意外了 也让我对本届公党的竞选团队感到有那么一些失望 原因有两方面 第一我们要知道失业率这个数据在西方民主国家基本上可以说就是整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个数据了 那么在中国我们都知道 从上到下都喜欢讲GDP 但在西方GDP增长的速度它并不重要 重要的什么呢 是失业率 可以说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你必须时刻放在新商的数据 如果只能选一个的话 那就应该就失业率了 那么阿尔伯尼斯呢 是一个正在谋求总理岗位的人 他竟然连国家的失业率 这么重要的数据都记不住 这个机会点 让人感觉到有点那么亡护指手的感觉 也说明他没有把太多的心思放在国际民生上面 是去做么别的事情去了 第二呢 我认为现在澳大利亚所处的内外部环境 其实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能够在经济领域有所作为的政府和领导人 那么从内部情况来讲 澳洲社会正处在从疫情的阴影走出来 经济有所恢复 但还没有完全恢复的这么一个状态 很多产业受到的影响 它不是一丝棒火都能够消退的 接下去这个国家依然面临着 进一步复苏经济吸引投资 恢复企业活力的这样一些挑战 那么从外部环境来看 现在全世界面临着巨大的通胀 还有增长减速的压力 而西方国家和中国的脱钩呢 引发了整个世界的供应链 分工体系贸易体系要存构 那么在这样一个大趋势下呢 澳洲同样也面临着要重新开发出口市场 建立新的国际贸易体系 还有新的国际供应链 这样一些挑战啊 这两个挑战综合起来的话呢 就意味着澳洲自己现在的老百姓 其实也是生活在压力之下 所以下一个任期的澳洲总理 还有执政党 必须要有很强的经济领导能力 我们需要的也应该是一个能够带领大家挣钱啊 提高收入水平 搬入企业恢复活力的政府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认为阿尔伯尼斯啊 对失业率这么一个重要的数据 都记不清楚的这种表现呢 让我感到挺惊讶也挺失望的 举个例子来说吧 阿尔伯尼斯的表现呢 就好像一个人去参加一家大公司的一个 最重要岗位的工作面试 但是呢 却对这个岗位工作人员所需要掌握的 最基本的公开数据都不清楚 那么这样的一个面试者 在我看来呢 其实是不应该被认为是胜任这份工作的 好 现在距离澳洲大选呢 差不多还有40天的时间 我们这个频道呢 接下去会密集的关注和跟踪 大选相关的一些话题 欢迎大家订阅 我们下期见